临世双手回想这双手为自己做了多少事 称赞了多少会议 进而逐渐开启自我对话 习惯生活忙碌扮演多个角色的你 有多久没有倾听自己的声音 白自带关怀协会和顺兴社区发展协会 合办的亲子暑期家长成长团体课程 由专一老师引导帮助学员探索心灵 看冰尾这是我的双手 然后我看到他的感觉是 我觉得我的手好闷暖好能干 很有力也很辛苦 要好好感谢他照顾他 我觉得我的手就是他小小的短短的 然后刚刚扁扁的 但是他可以做好很多事 然后他也可以做好 他也是一双很仔细的手 然后他可以让我圆梦的手 逐渐长大有自己兴趣 就是他是帮我用来画画弹奏吉他 无可依的手 然后在更成长之后 他就可以协助煮饭用餐 然后煮执行家务的手 我这堂课我学会了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冷静的 在爱恶之前 我可以去更理性的思考 要怎么去处理后领的爱恶 谢谢很棒 我学到我就是可以更多的 就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然后更多的可以自我觉察 谢谢 好谢谢 我发现了原来我有一个超能力的手 对 我学习到了 不要害怕面对困境 因为在困境里面 你可能就是你可以跳过模式的一个转正 我的手有给我很多讯息 然后我后来就在想说 我好像开始要注意我的脚 回去要想一想我的脚 肩膀我的腰这些 他头脑也是可能也是要想一下鼻子也是 耳朵也是过于很多噪音 更多的关注自己 对更多关注自己的这些 过去我是 我有社会工作的背景 还有我有接受这个 Satir家族治疗专业训练合格 那我推广这个亲子教育 与妇女成长来注定家庭关系 已经有快二三十年的时间 那我除了这个教学带成长团体 然后做资商 那我也有做广播 那也许之后呢 也许可以再努力朝自媒体 来更多的传达 就是我们不自做一个I know 可以做一个I am 让自己更加的表里合一 然后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然后做一个比较敞开的人 然后可以跟自己做好朋友 也可以跟别人有好的关系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现在的家庭跟社群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想每一个人能够更多的了解自己 才有办法更多的了解别人 每一个人也跟自己是好朋友 才有办法跟别人做好朋友 每个人能够让自己快乐 他才可能很自然的带给别人快乐 我想都是从自我开始 可是我们这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 很可能因为文化背景 还有一些人生的机遇 所以也在一个模式里面 有一些既定的想法跟观点或行为 那我们不自觉的就在那个模式里面打转 可是环境不同的处境不同或人不同 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弹性去察觉 主客观的改变 然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跟决定 所以就会僵化在那里 然后造成很多的紧张跟冲突 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从更多的 从我们的家庭的成长 然后来从I know 变成 I am 和在一起的时候 那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 我现在的状况 然后我在想什么 我想要做什么 那客观的环境是如何 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做选择跟决定 我想会比较客观 比较有弹性 也比较能够互相的尊重 那今天的这一堂课呢 就是要突破这个困境 因为I know 不等于I am的时候 有一个从想法到我的感受 到我的自我价值概念能够统合 这里面常常我们只停留在我的想法 所以我们常常说 啊 我不要生气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时候又生气了 我到时候 我不要做这个 我不应该这样做 可是偏偏又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说 励志行善游的我 行出来游不得我 有这种现象 那其实 我们其实是可以自我管理的 而这个自我管理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调整 我可以改变 我可以有真有减 或是适度的去看这个环境 做出新的选择跟决定 可是这是一个可以发生的事 但是它为什么常常没有发生 是因为我以为我想的 跟我自己真实的感受 距离很遥远 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一堂课 我和我的双手 就是来促进我的心灵对话 就是我们常常用很多想法去做事 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来接触我们内心世界 我们真正的渴望感觉 或者是我的期待 然后我们就忽略了这个 然后我们就常常在不自觉的时候 压抑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 可是事实上我们里面是孤单的 或是不开心的 或者是压抑 不满意的 不满足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很多 但是我们却很孤单 做很多我们却不快乐 课程以渐进十方式 逐渐引导自己面对自己的双手 也就是自己 勾起往事 学员们纷纷将自己的手去名 发现自己原来经历这么多 有时候我们只会对他们有很多期待 可是老师刚刚也指出 就是说 有时候这些期待 我们是站在我们的角度 可是当我们就是 老师刚刚一开始提的 就是我们可能 是经由教育 然后辅导 然后再来就是 諮商 然后最后 这些过程里面 我自己也在 我可能走到最后一个阶段了 可是我希望还是可以 就是自我进步 自我精进 然后不让关系那么差的话 我必须要再被教育 所以就是我觉得 这对我是亲子的关系 我可能回家的时候 我会看到他 比较正向的优点 然后不是一直就是指责说 你为什么功课又没写完 为什么你又被老师叫去 就等等的 我可能再回去我会看到说 虽然你这功课 你有尽力就好 然后或许我们可以 朝什么方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是如果真的没法解决的话 我就说 不是只有学业 可能他做人 还有他其他的优点 我可以从其他的方式 去看他的优点 不是只针对他的缺点 一直去指责他 就是我本身有在参加一些 寒暑假的 就是偏向苦物的应对 那在这方面 就是常常会跟 有时候偶尔会 自己的价值观 可能会跟学生 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 所以会有一些差异性 所以就是透过今天这行课 就是有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自我觉察跟自我认识 这样子 那认识之后 就会知道说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 都是有自己的合理性 跟自己的 就是他存在的意味 所以我不一定要强迫 去更改自己的概念 或是去改正学生的概念 就是我可以跟他 就是平行交流 然后就是互相交流 我自己的意见 就不会是强迫 谁一定要改变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 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很多人就比如 举到孝顺 那我们就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 独立思考的人 那很可能孝顺是大家说 对对对孝顺 可是可能十个人 十个人对孝顺的 看法跟观点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常常活在一个 对我要孝顺 可是我并没有认真的 或者是独立思考判断 什么是孝顺 而我的环境 我的处境 我的条件 我的能力 我跟父母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孝顺 我们就把一般人 或社会普遍价值 认为的孝顺 去要求自己 或者是去符合他们的期待 可是事实上 就像我常比喻 就是一个资讯 进入不同的软体系统 它不一定可以相通 虽然那个资讯 本身没有错误 孝顺是对的 但是它进入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环境跟处境 它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 学习成为一个 能够独立思考判断 然后对我的想法 别人的想法 社会的期待 而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价值观 我的感受 我的环境 我的处境 我可以有一个判断跟整合 然后做选择跟做决定 那我相信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坚定又温柔的人 就是我清楚 我为什么这样想 这样做 这样决定 然后我可以尊重别人 他那样想 那样做 那样决定 而在这个尊重的当中 我们可以坚定的快乐做自己 同时跟别人有一个好的关系 去沟通 去了解 去彼此尊重 甚至于去合作 学会让自己快乐 也能帮助别人快乐 从亲自家庭相处间 就能透过良好的表达与互动方式 找到彼此支持的能力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